假设AB是两个事件 然后呢 A'B'分别是AB的鱼事件 那求 他给我们几个条件 第一个 A'A的鱼事件的几率是 三十分之三 所以从这里我可以知道 A的几率是多少 鱼事件是三十分之三 所以我的 A的几率就是十分之七 因为加起来要等于一 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小题 那再来第二小题 后面这个还没讲 B的几率是五分之三 所以我也可以知道 B'的几率是五分之二 然后再来他们的交集是五分之二 OK 第一小题写完了 来第二小题 A跟B的连几的几率 等一下会用到 所以我就先画了 那A跟B的连几的话呢 是不是就是A算一遍 B算一遍 扣掉中间重复算的 好所以呢 所以呢 A算一遍 B算一遍 扣掉中间算两遍的 所以十分之七 加上五分之三 扣掉交集的五分之二 好所以就等于十分之七 去加上多少 五分之一的话就是十分之二嘛 所以就是十分之九 好连几是十分之九 所以我可以知道 我外面这一块白白的呢 就叫十分之一 等一下或许会用到 好来再来第三小题 A跟B的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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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怎么解释 A跟B的交集 就是A喜欢的兴趣里面 跟B喜欢的兴趣里面 共同有的兴趣 那扣掉的意思就是什么 A喜欢的兴趣 跟B不喜欢的兴趣 中间的交集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 把A拿来减掉B 就是A减掉B可能喜欢的 好 那我们要怎么写 A去减掉 A跟B的交集 我们用图来看 A就是这一块 没有问题吗 然后呢 Bplunk在哪里 看出来了吗 Bplunk是画红色的部分 然后呢 A呢是绿色的部分 所以它们之间的交集在哪里 你就是从绿色的这一个圆圆的当中 去找有被红色碰到的 所以是这一块 就是用全部的A去扣掉中间 被B碰到的那一部分 好 所以PA 10分之7 交集 5分之2 我直接写 10分之4 所以减完之后呢 就是 10分之3 好 那再来第4小题 那第4小题这里 我们把我们的图再交出来 因为这种题目喔 我很讨厌就是 那个逻辑要非常的清楚 可是呢 很饶舌 所以我们可以换另外一个方式 好来 这个Aplunk就是A不要的 我用黄色的来代替 然后呢 Bplunk就是B不要的 我用绿色来代替 好 所以他们的交集在哪里 你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吧 他们的交集是 他们的连集喔 这是连集 所以 有碰到黄 或有碰到绿的 都算 所以我要的 是不是就是这一块 所以我的 这一块呢 就是 1减掉 交集的部分 可以吗 我只要扣掉交集的部分 是不是就是我的连集的部分了 好 所以 交集是5分之2 所以扣掉之后 我们的答案就是5分之3 可以吗 画图之后 你就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出来 可以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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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